欢迎收看五期新闻王 我是徐俊相 带你挖真相 五月又到了报税的季节 从这一刻开始 豪宅的住户大家先光丢过来 为什么 就从今年这一个月开始 报税开始的政府 要对豪宅科重税 现在居然有住户动不掉 要提起市县的官司 跟不太严重 他们也要高喊 还我居住正义 还谁的正义 我们今天要来听听看 当然 今天这个小时 我们有三个购买豪宅受骗上当的故事 其中我们要带您看看 这个归国的华侨 也不利好有钱 居然买了这个豪宅 差一点点 因为马桶捞出了一根 什么东西 让他们家差一点点血本无归 更多购买豪宅的陷阱 跟血汗故事 今天要带您听听看 还有今天这个小时 我们要带大家来看看 人家说集市咖 人人咖 现在政府打房打城这样 投报率越降越低 热钱没有进的股市到哪里去了 统统往海外去了 今天我们就来告诉大家 好可怕的数字 过去2014亿年 有超过740亿的台币 已经前进海外去制产了 今天我们请到的当事人就是 李其岳博士 他就是海外团的团长之一 那没来说话吗 到国外去炒楼 投资房地产 到底有没有真的假的 今天赵华他要第一手直击 他曾经跟过这么一个贵妇团 到马拉西亚 五星级的饭店 头等舱来回 他心都痒痒 差点给他卖下去 为什么终究没满 他有他的五个独到的观察 最后 是会要来告诉我们 到海外制产的五大暗黑陷阱 有没有感觉好听啊 听他说了 大家再来做砍断 当然今天同样这个小时 为大家请到的是房产 财经 相关专家 要跟我们一起来关心 今天的话题 好 一开始呢 赵华要来跟我们讲讲看 人家讲说 没那个材料 不能玩那个把戏 大家说没那个材料 不能吃那个下油 意思就是说 给你添自己的能力量力而为 怎么这样讲呢 赵华一开始要来告诉我们 这个买屋豪宅陷阱之一 第一段故事 哇 这对夫妻 算来钱赚的也不少 两夫妻加起来 这个年收入超过四百万 买豪宅居然 一天没有住进去 现赔七百万 这太差了吧 对 其实买豪宅你应该觉得很风光 可是五月呢 这个房屋税单一下来 说实话 因为台北市是 首先提高房屋税的区域嘛 大多数的民众觉得还好 好像也没有涨到我 可是有那么一小撮 豪宅的买家 真的就开始哀哀叫 可是呢 愿意出来哀的 真的是脸皮要比较厚 因为人家会说 你都买得起豪宅了 涨你一些税 你有什么好挨的 偏偏就有一个这样的苦主 他据说是 贯德建设的一个买家 他竟然苦到说 他去提起行政救济 这么大的动作 真的听到了 来 给大家用数字来说说看就知道 你可以看到 科中税之前 一个豪宅 我们用这样单位去算的话 就是13万 再来新的税制 算下去多少 330万8千多 一涨就涨得快25倍 怎么不痛 对 他就说了 他说因为他觉得台北 是不是调高路段率嘛 然后房屋平定限制 也大幅调高嘛 他觉得这个都没有去评估到 这个地价有上涨的因素掺杂在里面 所以他觉得不合理 然后呢 当然他前面告诉肯定是败诉了 因为他竟然已经进入到最高行政法院 要请大法官帮他做视线 只是旁边人听到都说 看来机会是不大 因为台北市他订这个法源 是有法源依据的嘛 是 对 然后再加上说 拜托 你买得起这个豪宅 对不对 你缴不起这个房屋税 当然这个是豪宅以外的 大部分的我们会这样想 又不会伤金 几百万好了 你几亿的豪宅 你缴几百万的税 你第一年就哀哀叫 那你到底是不是 其实你本来没有那个本事 你本来没有那个资金 你是周转调度的 你现在是不是调度不来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其实真的想当豪宅主人 也的确有一群人 他口袋没那么深 对 而且我跟你讲 因为这几年 你想想看 如果有人告诉你说 你买一个两千万的房子 就算赚一倍 也只有两千万 可是如果你买一个七千万的房子 长到九千万 你就赚两千万 心疼妙妙 好像你的本大 你赚得只要那个趴数少少 你就可以赚很多 大气一喘就一两千万进来 所以说实话 这几年去买到那种假豪宅 或者是说 你自己无法负担的豪宅的人 真的很多 什么叫假豪宅 假豪宅就是 其实现在豪宅 你说七八千万 那不算豪宅 可是对我们一般小市民来说 那可能让你一辈子身家 赔进去你都买不起 就有这么一对夫妻 老婆叫苏仁 他们两个夫妻 都是中小企业的主管 工作十几年 夫妻的年薪加起来四百万 还不错吧 还不错对不对 夫妻两个本来梦也没那么大 就想说我们在台北市 找一间两千万的房子来买好了 那日子很好过 四百万年薪 对 而且他们的头期 就自备了有五百万 再加上父母也很大方 就说再给你们两百万 所以他们手上有七百万的现金 七百万的现金 你买个两千万的房子 再加上夫妻收入 年收是四百万以上 够了 行 绰绰有余了 超简单的 对 可是你也知道 其实你年收入到这样 你去看两千万的房子 在台北市 看来看去都觉得一滴滴寒酸 有一天他去台北市的某区 不是那种市中心 就是边陲 大概像内湖或什么 去的时候有一个友人就说 我们附近有一个建案 还不错 位置还不错 离捷运站也蛮近的 然后还蛮漂亮的 可是可能大幅超出你们的预算 但是多看嘛 然后夫妻两个说 对啊 多看嘛 然后他们就去看了 看的时候销售人员就很高兴地迎接 大家出来嘛 然后就说我们这一区 真的是这一个行政中心里面 最好的地段 那到底好不好呢 这个环境看一想 当然了 那种石墙 就是那种石材座的外墙 走进去那个大理石的地砖 是无接缝大理石 对 你走进去那个 照着你的人都会发光那种感觉 开始看起来了 而且你也知道 平常你两千万的房子 室内可能二三十坪了不起 他一进去最小坪数是八十坪 室内将近五十几坪 所以本来预算两千万的这对夫妻 走着走着就走进了这个八十几坪的 大宅院里头了 对 然后走进去晃啊晃啊 然后那时候销售人员又讲了 他说我跟你讲 我们现在有一个优惠 工程期间零付款 这个很诱人 工程期间零付款 你先付总价十%的定金 十%是多少钱 十%他就 这还没有 先卖个关子 十%的定金 然后等到两年后房子盖完了 你再把尾款缴组就好 还有我们公司 我们这个建商 跟银行的关系超好的 所以我帮你贷款 搞不好可以贷到九成 九成 什么年代还有九成 对 他们也觉得不太可思议 可是这时候销售人员就拿出本子了 我跟你讲 我们最小坪数就是八十坪 可是只剩一户了 其他全部卖光光 因为八十坪这个总价算起来大概七千万 那就是我脚踩的这一间 对 比较快 对 他就给你算七千万 我们底价一坪才八十万 我们牌价一百多万 底价算你八十万 加上车位 七千万就可以成交 七千万 等等我试试一下 七千万的一成头款 就要七百万 怎么那么准准准 他们手上就是七百万的现金 可不是吗 而且他还说 我跟你讲 这一区我已经帮你打听过了 你的房子出租 一个月可以住多少你知道吗 二十五万 因为是豪宅 所以是二十五万 那算盘拿来跌一跌 如果我去房贷 贷九成六千三 然后我就拿二十五万 再去付房贷 投资报酬率 竟然年投资报酬率 有四%以上 还可以帮他去付那个贷款 然后销售人员又三寸不烂之舍 而且你想想 现在房价这样涨 你可能不用等交屋 你可能一年后你就卖掉 你就搞不好赚个几百万了 有什么不好 你钱都还没掏出来 你就几百万回来了 苏人夫妻整个昏头了 他就想说 好 听起来风险不高吧 七百万就掏出来下定了 说好的两千万的房子呢 没有看到众议的 反倒看到这个总价 七千万的豪宅 那工程期间零付款 只是付了定金 那快要完工了 你总要去搞一些贷款什么的吧 是啊 到了银行 银行就开始拨计算机说 就算你们年收入四百万 我们也不可能贷给你那么多钱 六千三百万 说好的九成了 你不是说你们关系很好 跟银行有办法打通关节 建商这个时候就说 这个只是当初告诉你 尽量帮忙你嘛 带不到就是你们自己年收入有问题 那尽量谈着看看能带到多少 算多少尽量啊 尽量好 七成贷给你啦 四千九百万 好了 就勉强拨给你们夫妻了 那这样差了多少 一千四百万的现金 要去哪里筹啊 一千四百万去哪里找这个钱 我做完工程也只有七百万而已 好 那怎么样 卖掉嘛 赶快来卖掉嘛 对不对 他要卖的时候就去仲介那边疑问 我们要卖七千万 不用卖多 七千万就好了 仲介说 不可能吧 你们楼上那一户卖六千多万 我都没有赚 你不是跟我讲 很好专手 你不是跟我讲 你们楼下那一户卖六千万 才发现原来那一栋楼 几乎都是投资客进驻 而且取得的价格比他便宜很多啊 但还啊 十位就常常讲说 买不要去买到投资客很多的那种预售屋啊 那苏仁夫妻现在怎么办 真的只有退而求其次 求建商 我们现在给你解约好不好 可不可以多多少退我们一点钱 你知道建商怎么回答他 解约要罚百分之十五耶 白纸黑字哦 对 现在只罚你百分之十 就是这个七百万给你扣掉 已经了不起了 也没有叫你们再追缴钱了 那你这个七百万就给我 那我就当你解约 什么 中啊 中啊 我就是七百万现金 然后我只不过梦了几天的豪宅梦 现在通通化回泡影啊 对 然后结果他们还去请教律师 请教很多人说 没有啊 建商是照合约走 确实没错 那口头承诺也不能算得了什么嘛 所以总之到最后 竟然是七百万的存款 通通赔进去 房子呢 你一砖一瓦 都不是他们的 此位这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啊 你知道吗 最近这种事情 非常的多 你不要以为只有一两户是 是非常多 因为前两年房价正在往上走的时候 就是像赵华这样讲 他框你来买房子 最有名的案例两个 一个在淡水 叫做郭董屋 郭董概念屋 因为当初郭董号称在淡水买一间豪宅 然后就轰一下 郭董那个豪宅说他收在顶楼 底下的 郭董在楼上 就买买买买买买 就这样买下去了 那一样以后会涨以后会涨 结果后来发现郭董没买 完蛋了 这些人全部套了 再上去了 另外一个站在内湖 我觉得跟我想得蛮像 内湖有个叫AIT 以前美国在来协会 当初说要盖好的时候呢 房价会涨到一瓶120万 所以那所有的案子 八字头都喊到120 然后六字头变八字头 这样子来卖 所以当你买进去后发现 不对啊 像我去年去美国 今年初去美国 结果美国不需要去AIT排队 网路慢慢签成就好了 所以美国在来协会现在干嘛呢 就不过只是一个绿地而已 所以大家发现 恍然大户原来是这样 另外一个 贷款的问题也是一个重点 因为当初房仲会跟你讲说 你只要付利息 我刚刚把你算过了 你只要付利息的话 一个月只要10万块利息就有了 所以如果花10万块利息 赚得像赵华讲的20几万的租金 我还现赚15万每个月 那你要想想 我只花个700万 就可以现赚这样的钱 多好 多... 不对啊 可是如果说用本息平均 他买是多少 三十几万一个月 请问谁能够付三十几万 但是我认识有另外一对夫妻 他不过只是小记者而已 他一样是买了4000万的房子 在郭董屋 然后呢 差一点断头 他好不容易跟他妈妈借钱 把他所有的中古物 全部卖掉之后 去补那个洞 所以悲处这个打击 天大地大 一辈子斩下来的心血 再来第二个这个悲惨的故事 蔡总要来带我们看一看 说来实在很可怕 我们讲说金玉其外 败叙其中 这一户还是归国的华侨 省来大概口袋也算神 买了这一户差一点血本无归 为什么 其实有一些建商 为了这个赶快交屋收钱 通常会要求工人赶工 就会造成品质的这个不良 那过去我们看到了这个 胡州合一载 听说建商是每个月要盖 三十几层的速度 日夜24小时这样拼 所以一天不到 就一层就起来就起来 所以你看现在后遗证出来了 什么义士漏水 这个地板空心砖 不过我们来讲一个实际的案例 这个是归国华侨 Julian 那他为了这个小孩子的中文教育 就几家就又回来了这个台湾 然后绕角跟妈妈一起住的台中市 那他们住在一个蛮不错的社区 他妈妈他想说本来他要买的 跟他妈妈同一栋 这样搭个电梯 互相有个照应 对 这样不是很好吗 结果他妈妈那一栋 因为栋区比较大 视野view又很好 所以没有人卖 没有人卖不得已 还是同一个社区 同一个社区有没有合适的 有 别动有一个人要卖了 虽然开价比较高一点 但是像说这个黄便嘛 就买了 买了以后 Julian 就发现很奇怪 他观察他妈妈 奇怪 这个社区看起来各方面都很好 但是他妈妈的楼上的灵机 怎么一直在换 一直在换 怎么了 然后后来他妈妈还反应说 晚上我坐在客厅看电视 有一股很臭的这个味道出来 臭嬷嬷 那就找来源 对 他本来是怀疑说 是不是邻居抽烟 发现也没有 再过来 这个一个一个空隙清淨机 24小时胖胖胖胖 味道还是在 然后就去问管理室说 你们是不是在清那个化混池 有这个可能 那也不会24小时 管理室说我们早已经都清完了 所以追啊 追啊 追啊 都追不到这些问题 有一天啊 这个他妈妈就找那个楼上的邻居说 你们家有没有这个闻到臭味 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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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这个楼上的这一户啊 他说我们才倒霉啊 我们多严重啊 我们这个马桶啊 假如他冲的时候啊 冲不掉 要经过很久的时间才会冲走 哇 最后啊 整个家怎么样 怎么 沦落到什么 马桶这个座啊 全部挖掉 所以楼上楼下都闻到臭味 最后抓到问题了 是在马桶 对 马桶 那一户啊 就是说 我们干脆啊 这个马桶全部挖掉以后啊 用蹲的上 你看 这个多辛苦 对 所以啊 这个姬小姐就跟他妈讲说 啊 来来来 来我这一栋啊 除了这个 有时候来这边洗澡 方便啊 你看 这么麻烦 最后大家不是办法嘛 一定要追到的真正的原因嘛 然后就告诉这个建商 你们有什么问题 建商就 哇 这一栋楼啊 他这个妈妈这一栋楼啊 那一栋的 没一栋 没一栋的查 哇 查到有其中有一栋啊 抓到了吗 天花板啊 竟然有渗透啊 意味 意误出来 就一看啊 是什么东西啊 什么东西 米田工 哎哟 粪便啊 对啊 人家说这个 怎么会粪便落在我们的头顶上呢 这个变成 真的变成黄金屋啊 怎么都这个 露出来了 后 就去找 找找找找的时候 哇 原来在这么排粪管里面 居然挖出什么 什么 一个大小根球棒的木头 在这个地方 这个太匪夷所思了 我们曾经从这个是污水管 粪管挖出的 你可以说是卫生纸啦 塑胶啦 其他的 这一根球棒 对啊 它怎么塞进去的呢 不晓得啊 是不是在当时赶工的时候 这工人的疏忽啦 或者工人蜥蜴的 这不知道 这是有狗蛤蜊吗 四位 你体检过这部房子 有没有一个房子说 最好是有塞的一根棒球棒 导致粪管不通的 这个代表他的工人很勤奋 平常是在打棒球 所以不小心的掉进去了 我检查过除了手套很正常这样 我检查过用过的保险套 黏在天花板上面 也就是工人在其实在做工的时候 其实随便没人在管 所以你说打棒球也好 高好敷球也好 他就在玩嘛 玩完之后就直接灌下去啦 耍耍了 蔡床 他这两个房子要弄 我说要把这个球棒 弄起来很麻烦 锯也锯不掉 最后用钉子把它固定了以后 慢慢拉 慢慢拉 再拉起来 所以拉起来以后 当然最后有做一个 建商也算还负责啦 把这个问题解决啦 那还好因为这个期段真的很好 假如期段不是很好的话 大家都需要跟着 干脆要求建商补偿啦 或者卖掉房子 最后呢 姬小姐跟妈妈 还是住了 所以专家建议就说 你买房 不要买到瑕疵屋 最好你这个卫裔的排风管 最好每一户是独立的 或者发生这个问题的话 大家就一起闻臭味了 今天这个故事听到这里 有够欠过的欠过 真的是黄金 我没有想到事情 雄手居然是一根球棒 吓死人了 再来呢 燕丽要来告诉我们 这一对夫妻口袋更深了 但是台商贵妇跟合线 不知道合线跟老合线 他们去买这个豪宅 结果居然狠狠地上了一堂客 教训他们的是 1500万的损失 怎么会赔得这么惨 对 没有错 因为虽然我们这个内政部 早在几年前 他就颁布了一个 建物的屋檐跟雨遮 你可以登记 但是不计价 虽然有这样的一个法令存在 可是很多黑心建商 包括思维之前一直在 叮的黑心建商 他们却会用各种的销售话术 来吸引消费者 来骗消费者 做一个买屋的动作 那当然这个陈太太呢 她先生是一个非常事业有成的 一个台商 那么他们之前呢 一直是住在这个 长辈留下来的主处 那当然状况还不错 可是他一直想要过 比较好的一个生活品质 他又喜欢种花 种草 那所以他就想说 是不是有这个机会 来换比较大一点的一个房子 那刚好他们家附近 他是住在台北市的金华区 刚好他们家附近呢 推出来一个预售案 那我刚刚强调的一个重点是 就在他们家附近 所以他觉得这个地缘也很方便 有个预售 我听到预售大概就签起来 对不对 对 那因为是预售案 那再加上另外一个重点是 这个建案的建商是他本来就认识的 所以他觉得说 那安啊 对 所以他就觉得安 反正我去找建商讨论一下 去看看房子应该没问题 因为都是熟人卖给我的房子 是 实际要买 对 所以他就看了这个案子 他觉得还不错 他也去找了建商谈 他就跟建商表明他的需求 他说你也知道 我跟我先生快退休了 那我想要有一楼的大院子 中中花 中中草 过着很好的退休生活 那我的需求就是 室内实际哦 室内实际的面积要有80坪 结果呢 这个建商就说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那个陈太太 我们这个虽然是楼中楼的设计 一楼加二楼呢 总共是140坪 那虽然公社呢也高达四成 可是呢 140坪扣掉四成的公社 你这样子室内的实际的坪数 还有84坪 很够用哦 因为你要80坪嘛 那现在有84坪 等于又多出4坪 真的很够用 那陈太太一听 哎哟 熟视的建商啊 好啦 他就当下就付钱了 就这一段买多少钱 一亿六千万 好 一亿六千万 也不是这个很少的一个数字 那重点是呢 交屋的当天 陈太太她左看右看 她就觉得怪怪的 哪里怪怪的 说不出的怪 凭她多年的看屋经验 她觉得说 这应该没有84坪 跟当初跟建商跟我挂保证的 不太一样 所以光是肉眼这么给她扫 一周她就感觉 看你救水 救水 对 可见陈太太也非常的精明 所以她当天她就拒绝交屋 这个事情都大条 可是你不能只凭感觉 老朋友 而且是 对吧 建商老板给你当天看 她说84坪啊 对 可是你不能只凭感觉 于是乎她也很聪明 她就去找了室内设计师 隔天来做丈量 实际量看看就知道了 对 实际量看看 就没有想到真的一两天 天哪 只有72坪 哇 72坪耶 牛水牛这么多 你如果少了一两坪就算了 她少了12坪啊 没错 我真正找了12坪 那陈太太非常非常地生气 因为当初是熟视的建商卖给我的 她当下第一个想到的动作就是 赶快去打电话 赶快去找那个建商问说 你怎么会 你明明跟我保证84坪 可是我找室内设计师来聊 居然少了12坪 这样心里实在感觉很不好 老朋友 我因为信你 我跟你买 1亿6千万 感觉让你宽我 对 就是明明这场好朋友 你应该对我诚实 结果没有想到这时候 建商居然回答她说 我没有跟你挂保证 应该是你当时听错了吧 什么意思 你明明讲白白讲84坪 没错 可是因为陈太太 她当下也觉得 我当时也没有做卢营 然后也没有白紫黑字 把所有建商保证的事情 通通写下来 所以她当时很急 可是她后来做一个动作就是 你要有理性嘛 于是她就去把她的合约拿出来看 回归合约 一切最准 对 她看了合约 合约确实是有写名 就是总评数是140坪 没错 对 合约也有写名 这个公社是高达四成 可是合约没有写的东西是什么 是什么 合约没有写的是 其中有7坪 因为我们刚刚说少掉12坪 对不对 是 其中7坪是雨遮掩 更夸张的是还有5坪是 粮柱到外墙的面积 那就算是这样子 你室内84就84啊 对 但你明明室内 就少了12坪 对不对 那建商呢 跟你挂保证 又没有这个达到这样的一个要求 那重点是什么 这个时候陈太太就突然想起来说 这12坪少掉了 难怪当初建商跟我说 我一坪卖你110万 很便宜 因为这是比市价的行情 还要平 所以陈太太你现买是现赚 可是如果你扣掉雨遮 跟这个外墙面积的话 其实一坪等于120几万 又高过市场行情了 所以陈太太觉得 非常非常不爽的地方就是 他等于是被建商给欺骗了 欺骗多少钱 你敢知道 我们再想测试一下 7加52 市价就是1500万 换句话说 他的1500万 买了雨遮 然后买了外墙面积 他浑然不知 对 陈太太很生气的是 我花了1500万 买了雨遮 买了这个外墙 那请问这两个地方 我可以睡觉吗 听到这样 口袋再深 1500万的一堂客 心肝也中贵了 所以时未来跟我们说说看 这个有钱太太 当然很有可能是人家说得清楚 她没听清楚 那很有可能是建商 如果照陈太太说的 你灌水给我灌进去 拉低了每一瓶的价格 吸引我来买 那不管怎么样 会不会有下一个陈太太 很有可能 看 全国都是陈太太 我们看到上一张 刚刚那个豪宅那个照片 反正是你看到这样 深凹长窗 你要非常地了解 深凹长窗不是送你 你说像这种凹进去 看起来很欧式 很古典 很欧式的 不好意思 窗内的面积都要算钱 你不要以为它是建筑设计 是 每一个凹的长窗 都要算全 我们再看下一张 那个豪宅 好啦 豪宅最好骗的 对不对 我们讲一般小市民的宅 你看这张 大概三十几平的房子 对 这是国内很有名的建商 盖的 OK 你看到 宇泽 宇泽 这么长一个宇泽 对不对 感觉是好像 我们宇泽一点点而已 所以你今天要用这张图 好好来跟我们举例说明 今天给你看到的图 看到的合约 魔鬼都藏在细节里 好 来 是的 你用这个把我们标示出来 哪个地方是特别要注意的 建商拿一个图给你 而且很诚实地告诉你 我这一块是宇泽 我这一块是宇泽 OK 你感觉说好像很好 你看一 二 三 三个房间加一个阳台 好 这个平数是三十几平的房子 公社比大概三十几% 对 好像没有什么问题 对不对 对 我又算数字给你听 公社比三十几%他可以接受 可是这个宇泽看起来 不多不多也不少不少 大概就三平多 也就是说宇泽就占了10% 所以你实际上室内的面积 你三十几%变四十几%了 所以 你公社比四十几% 当你以为整个三十几% 都是你可以用错了 宇泽三三三就吃掉10%了 就10% 所以你看原本你只剩下六十几 六十几到五十几%可以用而已 所以你说你以为三% 这个三平很少 其实是非常多的 所以你当你看到宇泽的时候 切记有 虽然宇泽在预售的时候 我们讲说预售不计价 但是羊毛出在羊身上 会灌到你单价上面 所以你在价格就要记住这件事 那我们要注意什么呢 第二个是你在转售的时候 就像燕妮讲的 当下一个人看到说 你卖给我的房子 只剩六十几% 五十几%可以用 全都是宇泽 他要不要买 他就不要买 卖相就不好 是 所以你只能挑出宇泽少的地方 千万不要一圈的 然后你有时候录音存证 在销售过程跟你讲说几瓶的时候 你要特别留意 因为最好是写在合约书上 否则录音存证 还是会给你造成麻烦 撂起来烧美不 是 还有一个要提醒你的 这个黑色的是什么 这是什么 柱子 柱子 柱子也会影响到 我们居住的坪数 有 所以你看 你不要以为它是有凉处外退 不好意思 这都要算钱的 住在算坪数的时候 这边 这边都要算坪数 所以你说你用不到这一块 用不到这一块 不好意思 这都要算钱 所以你这个堂子这么大 你最后扣掉 只剩这样子的空间可以用 然后我们再给它收起来 就只有剩在这一点点而已 好 然后现在所谓框起来的这条线 才是我们认知 所谓的室内空间 你知道有些建设很贱 说雨车没有关系 我们外推就好了 就到时候漏水是你的份 然后被拆也是你的份 这些得不偿失 说到买房 另外一个现象 值得大家来关注就是 我刚才说过 这个人两个钱 钱四个钱 照还来告诉我们 其实当我们在关注国内打房的同时 其实也就一大笔钱 涨脚到国外去自产 因为台湾人太喜欢房子了 可台湾买不起嘛 那怎么办 其实有一个数字告诉我们 从2012年 那时候台湾人到海外买房的金额 大概150亿 其实150亿还好 因为国内成交是几兆几兆 可是这个数字成长得非常快 我们可以看到图表 我们来看这个是金周刊的这个故事 赵华刚给我们看到是2012的150 对不对 150亿 隔年就变成400亿 跳上去了 2014年也就是去年 竟然变成740亿 几乎是double 各位 在2013还有400 到了去年已经一举要进变740 而且再来 国内的成交金额是在下滑的 海外的成交金额是在往上的 所以它那个占比就开始拉开了 现在海外交易大概占 国内交易在2%到3% 等于国人有2%到3%的资金 已经到海外去买房了 但是讲到国外资产 真的这么好看 背后又藏着什么样的ABC点点点 今天我们找到了Keyman 就是李齐悦 李博士 齐悦就是海外资产团的团长之一 来跟我们讲讲看 真的这么好看吗 看你的身材是怎么油脆脆的 来跟我们讲看看 那个海外资产其实讲简单一点 就是它有几个 七字真言 它就是价低 点好 投报高 价低 点好 投报高 没有错 那我们在台湾 这个我们也要去买 那在国外 这个是我们挑屋的三大指标 对不对 没有错 那因为其实你说海外资产 海外资产 这个海外外是外止全世界嘛 离开台湾就全部到海外 可是呢 海外这么多国家 地球这么大 你不可能全世界都买透 所以你一定要找好的标的 海外 海外跨到哪里 大家都海外 来 告诉我们 在你的观念里面 你带团去攻略 哪些地方是你最最推荐的 海外来讲你在挑选的时候 你一定要几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 就是这个国家安不安全 乱邦不居 为邦不入 因为如果这个地方战争动乱 那你的房产便毕址 所以说一定要找一个安全的国家 再来就是它相对的政治环境 各方面经济是不是稳定 其实房地产是最好的投资 捲此要领 你觉得哪一个国家你最推荐 所以如果说再这样子看一下 在我们周边不要跑太远的话 往北走的日本是我首选 为什么 日本 为什么 因为2009年进去了 刚刚上一节节目里面讲那么多 被建商骗 被建商坑杀 宇泽要钱 什么要钱 大工小工 对不起 在日本来讲 这些都是非常落后的一个法规 在日本 它就是实际贫数 你室内多少就是多少 宇泽 露台 阳台不用钱 楼梯间 电梯间 门厅 通通都不用钱 它里面多少 卖你多少 再来 它的整个房子交易 非常透明 十位 你快说到日本 治安好 各方面都稳定 现在又相对低点 你坐在这儿是要做什么 你跟我说嘛 这么好贪 你就去日本贪 然后坐在这儿是要做什么 对不对 他今天跟你说日本多好 走多 所以我们在 所以我们在这边应该这样讲 就是说我们在这边 是告诉大家说 今天买房子来讲 如果说你这是在台湾买 OK 你要买自助 OK 如果说你要买投资的话 其实坦白讲 你做海外投资 买房地产 其实跟你买股票的以上 是 可是你知道吗 我知道一个事实 日本人不跟台湾人做生意 也就是说今天你买的房子 你要卖给日本人 对不起 你是台湾人 日本人不跟你租 不跟你做生意 不跟你租房子 那你去那边投资干嘛 应该这样讲 日本人他买房子的房屋自有率 它只有四成 日本租市场是六成 不买他倾向租嘛 他也不会跟台湾人租房子 他也不跟台湾人租 那你租谁 这一点我必须要这样讲 就是说呢 日本的房东不会自己去贴公告 我要租屋 日本全部都是要透过管理公司 而且日本的分工非良系 仲介归仲介 管理归管理 租任归租任 像这个房子是我2010年的时候买 在新树育苑 就在那个新树地区很有名的 交通很方便的地方 交通非常便利 地铁站大概超过三分钟而已 当时这房子买多少钱呢 这是个小套房 大概 它大概是差不多20平方公尺 不大 但是它是10平没有公社 实际面积使用20平方公尺 大概是6平多 这房子买多少钱呢 买日币1000万 在2009年10年的时候 当时换算台币 300万 换算台币大概才差不多 当时比较贵 差不多才350万台币 350万在交通 这么便利的新树闹区小套房 然后它的租金 可以租到7万块日币 也就是租金可以租到2万多 所以它的投包率有到8%多 8% 好过台湾很多 没有错 但是这个是200910的数据 现在这个房子 在2015年的时候 它附近周边行情 这房子已经涨到 差不多1500万了 等一下 这叫做矛投资率 齐恶哥 你一定知道 日本的持有税非常的贵 日本的管理费也非常的高 你还要再预付一笔 所谓的维修金嘛 对不对 日本是万万税啊 日本的税金其实 应该这样讲 你买房子的就是物业管理 跟就是你的维修基金 它每个月会有固定的一个表 而且它好处是什么 它非常清楚 是 非常清楚 可是这是万万税 你在买的时候 它都会告诉你所有的成本 你可以拿到一千二组之后 投资就很简单 你算一算 会购到买 买会不会买 这个房子如果贷款的还好 如果你当时觉得自己口袋很深 负现现在就哀哀叫了 因为日币扁翻了 没有错 你说你多高谈 今天一个汇差 就把你啃光你的获利了 很多人都会说 李奇岳 你太好意思在讲 我那个2009年汇率那可能 一年那时候汇率可能是 对美金的可能是对85块 现在对美金是120块 三年扁了20% 对 你光汇率 你可能就已经赔了2 30% 那你是不是赚了租金赔了汇率 但是我必须要讲好的老师带你上天堂 不好的老师带你住牢房 住套房 为什么 因为如果你懂得国... 买房子是这样子 买房子是赚什么 赚差价 然后赚租金 海外还要出去汇率 所以你会怎么样给大家推荐 所以你今天看这集节目 你真的赚到 为什么 因为我可以告诉你怎么样 做汇率避险 该怎么样 因为汇率避险就是你要透过贷款工具 那台湾人在日本得天土后 台湾有五家银行 在日本有分行 他会依照你台湾的信用征信你 让你在台湾放款 所以你在台湾... 在日本的房子 你可以跟台湾的分行去借钱 可是他有一定的限额 他要3500万日币才可以借 另外你的支配款怎么办呢 因为我房子可以贷一半 五成 那叫五成现金呢 现金我只要转汇 我可能就会费这风险 现在对120 如果哪个人神经面移到150的时候 不是又赔了30%吗 所以赵华你听到 连汇叉在他眼中都不算是风险 也有办法来对一个 我觉得还是口袋深人适合 因为如果你去日本打租约 说真的 如果是卖租约 他们最喜欢打给像商店 可是商店一打可能就10年 你就觉得很有保障对不对 可是这10年他们是很保障 租你房子的那个房客的 如果想中途节约 如果想卖房子 除了课税 你可能还要面临赔偿 那你会知道说赵华 不管是日本 不管马来西亚 他真的是七字真言打到底 东北亚 东南亚 战套套 但是讲到了马来西亚 赵华也有第一手的观察 对不对 他几年前跟过这个贵妇团 也要去打包房子 结果要来投资 说说看那一次去吃最好的 住最好的 做最好的 那一趟的过程来跟我们讲看看 没有很久 大概就两年前 那时候马来西亚 其实说真的已经涨一大波了 就是已经进去的人 话说已经赚了可能有六 七成那么多了 所以我们去的时候 其实内心有点疑虑 当时是有一个业者 当然就是招待 希望那时候我在平面杂志 他希望杂志可以做报导 那我们评估后之后就是 如果我们去开开眼界也好 对 而且他有跟我们保证说 我们这一团不是记者团 我们这团不一样 这团去的那十几个人都是贵妇 要真正买的 所以我们可以第一手贴近 看贵妇是怎么买房的 贵妇团这一次要去买房 你们受到什么样的招呼 对 然后那时候我们甚至在路上 就是去机场路上我们还窃窃私语说 如果我们去要踢爆他的真面目 如果我们去 如果觉得不好也不要写这样 但是等我们拿到机票的时候 我们两个就对望了一眼 怎么了 沉默了 因为是头等舱的机票 你应该拿错了吧 那是贵妇搭头等舱 你们到后面去 不 结果我们上了飞机 还真的就是头等舱 收买 收买 对 然后我们两个就 因为头等舱的位置就两个两个嘛 然后我们就坐在那边 大大的位置躺着的时候 我们就想 这下可能你不能踢爆什么了 那我们篇幅不要做太大好了 然后当那个维托拿出那个香槟 空姐拿出香槟的时候 我们两个就喝着喝着也觉得醉了 总之就到了马来西亚 那一下飞机很奇妙 因为大家都知道如果到了吉隆坡 一定就是叫你看什么 双子星塔 双子星塔什么 两个玉米笋 总之一定就是要看到 那两个玉米笋才是好房子 那时候他就先带我们去了一间 号称是马来西亚地宝的房子 所以我们下期待 我们下期待 我们下期待